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8点40 我们刚从华山下面下来 太累了 动的不想动 那今天晚上是去西安还是说留在这边 我觉得暂时走不了 因为我要做很多视频 然后还要洗衣服 身上都搜的这衣服不能放 你要洗衣服那干脆去营地好了呀 去问一下价格吗 这有吗 那并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自驾游什么营地之类的吗 你去问一下吗 去问一下价格 这个停车上的车都开的差不多了 左转 肯定接不到还有一个月在里面 你走过去看看 用晚饭还没吃呢 或者去吃点肯定鸡 或者自己随便弄一点 一烧的话感觉有点太累了 今天晚上 我这区间是有看到这里有个营地 那这营地多少钱一碗 150块 150是24小时 还是到 就是我到明天这个时候走 走是吧 前排吧 基本上差不多嘛 行行行 好 价格是有点小贵 但是底掉那个30元的停车费的话就120 我看到有拖挂 都是拖挂 这就是营地拖挂吧 这是他们自己的酒店吧 我的腿已经走不了下坡了 好酸 150一天然后交了200的押金 明天12点之前要走 他们说是怎么说的 因为12点必须要把水电给断掉 跟保安说的24小时不一样 然后呢 就是但是你可以在这边多停火没事 就不能用水电 明天12点之后 找了一圈停车位发现这营地 走吧走吧走吧 我们还是把那个钱给退了 因为这地方实在太烂了 这个地方可能30关键我会考虑一下 他就这里只有一个充电桩 然后洗手池这些都没有 洗衣服这些我还跑的远了100多米的地方去 他说去那个洗水池要去别的地方 然后环境其实就这么一圈 我本来以为他环境挺好的 就这么一圈 这样一个水泥地的一个 反正退了 没事走吧 对了也就不说他了 现在去早点吃的 既然不住营地的话 那我们自己今天不开火了 来干杯 来吃完饭了 一条烤鱼 一份那个水煮肉片 一个番茄炒蛋 这条路上 嗯 都是面糊 嗯 你到陕西了呀 我想吃鲜 黄春你省下的钱 就吃这个 这个加起来也就120块钱三个菜 是吧 太像你了 对啊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停那种营地 我觉得 营地 150元真的不贵 但是 要跟环境去算的是吧 环境好当然不贵 但是那种环境真的是 来吃吧 香 又回到这个生态停车场 这是免费的 对面就是华山 这边是一个公共厕所 你看看 隐私性就很好 对 那个基本上没有隐私性可以 花脸拉拉起来 等一下我们算一下账 今天花了很多钱 画箱上的水泡面 香肠都蛮贵 我把手机拿来算一下账 我的腿真的好累 前辈 我现在我现在已经发作了 百分之六十一的电 空调先开车 到明天早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今天门票大概是700块左右吧 因为我担心买不到今天的票 所以我提前在网上找人家 就是淘宝店找人家买的 它包括大门票 和去间车就是公交车的门票 和那个所大往返的 去间车是一层单层的 对单层 我俩是另外买 另外买两个 所大是往返的 门票两个大门票 我觉得这还蛮贵的 还好吧 你如果去那个西分还是什么分 会更贵吧 这个北分级算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来 我们现在看吃饭 在买了几瓶水 买了好多瓶水 6瓶水60块钱 一盒泡面20块 嗯 6根烤肠30 慢点慢点慢点 110 我们还带了4瓶小水上去的 哇 真的要带很多水 我在上面只上了一次厕所 还不多 我也上一次 全部蒸发掉了 流汗流掉 这么多水 哦对了华山那个停车场 停车费是20块钱 嗯 那加上总共是算一下 归零 归零 叮叮叮叮 8007 800 两个人8007 其实只是景点里面 嗯 我们今天晚上还没算的 哦对 就这个华山这个景点 还好 房车让我们省了一笔钱 国内其实是算正常价格嘛 嗯 你去黄山差不多也是这个价 好吧 但是风景真的不错 华山风景真的不错 如果大家来的时候跳到一个好天气的话 那真是恭喜你 空调开起来了 就要工作了 不能白开空调 烤视频 然后我再剪辑一会儿 今天那么晚了 我实在太累了 然后洗澡 我去洗澡 我先去洗澡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